台灣也有一個那個 潛規則是跟義大利很像的 就是如果人家有找你去 你辦公室的同事 你就算不抽菸 你也要跟 對 你就算不想尿尿 你也要去 對 只要有人問說 要不要幹嘛 我想上廁所 你要不要陪 你就算不想去也很懶得走 你還是要跟著去 然後抽菸也是 凡事就要跟進去 最丟丟 對 因為我們台灣人很常 很常就是 誰不在就說誰的壞話 對 不能當落單的那一個 你在的時候我不會講你喔 但你在的時候我看 有時候還不用等你不在喔 我們本來一起在講別人的壞話喔 然後我聽聽聽 聽得也累了 我說我去尿個尿 我人還沒到廁所 我光踩到門口 後面就有人在傳說 對 所以我們跟緊緊 不是因為我們對那個有興趣 我們真的是 可是這個有時候很重要 你知道嗎 因為有時候 像我是不抽菸的人 雖然我看起來很像 眼睛 看起來抽得很兇 看你抽很兇 聲音也很像 對 但是我雖然是不抽菸的人 可是我們同事只要約我 我都會下去 你知道為什麼嗎 他們抽菸不是都會走到外面 他們抽菸的時候都在幹嘛 都在觀察 都在觀察說公司今天誰要進進出出 誰遲到 然後誰中午出去吃飯什麼 所以我跟他們下去抽菸的時候 他們就會告訴我一些 他觀察的心得 有一次我陪著他們 就一直被煙熏也沒有關係 但是你就可以聽到小道的消息 然後那時候是中午 然後我們就看到我們的副總 我們副總是女生 女生就先進到她的車子裡面 坐在她的駕駛位上面 然後我抽菸的同事就跟我講說 你看一下 那個副總他不會馬上開走 等一下就會有另外一個人下來 坐在他旁邊 他們幾個人在那邊說 什麼 來…倒數囉 來 3 2 1 果然 我們的總經理 男的 Oh my God 就跟在後面 就在下來就下來 當沒事 看一看以後 他們兩個就會出去吃飯 可是我就想說 他們兩個一起出去吃飯也還好 然後他們就說沒有 他們每天都會中午一起出去吃 而且都會以前以後 回來也會以前以後 他們就說回來大概2點半 我們會再下來抽菸 你再跟我們下來 你就可以看到他們兩個回來 回來也是停好車 然後總經理的老大會先上去 大概過5分鐘 那個女的副總經理才會又上去 然後我們才知道 喔 這種潛規則的事情 你不跟你就不知道 來…跟你們說 在瑞典是什麼樣呢 在瑞典就是要邊上班 邊… 好久 裝上家具 對… 你自己的辦公室的椅子桌子 邊吃肉園 裝家具 吃肉圓 來 瑞典現在是扁上班 扁… 健身 很棒 現在很多瑞典公司 他們就是開始推出一個規定 是說就是 員工就是一定要去運動 你要去健身 不健身 你就是要… 這會比較快 真的假的 真的 真的是用很多公司 在一間公司開始做這個規定 因為瑞典我是很重視 健康跟身體 大家都拚的 然後因為我們發現 很多工程師 他們一整天是坐在電腦那些 他們真的會影響到他們的健康 然後這樣子他們的工作效率也不好 所以做了這種規定 比如說 你一個禮拜就要兩個小時 這兩個小時 你要什麼分都可以 他們會補給你 就是健身房的錢 你可以補給你 錢都會給你 然後這兩個小時 有一個時間 不是邊上班邊弄 我以為說邊開會 開會的時候 有那居亞尼 董經理在那邊舉重 沒錯 就是這個 因為這兩個小時 你要 在上班時間 可以 可以 你說你在上班 你在辦公室裡面 可以健身 你想在上班時間 去健身房 OK 你不想在上班時間健身 你覺得你可能比較習慣 在晚上或週末 沒關係 然後那兩個小時可以扣 你可以少工作 兩個小時 那很棒耶 即早兩個小時下班啊 所以我是總經理 我跟大家開會 可以 可以 三個禮拜 大家要注意好 老闆看到不好認真 很棒 健康的身體 講到一半就晃了 這邊的影片